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内给您做出最专业的回答 那首先还是来看一下 本期节目都给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在日常生活中 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出现咳嗦 胸痛 咳痰等现象 在适当排除天气变化 人体意识难以适应的因素之外 肺部疾病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原因 敬请关注本期吉林卫生 延误之下的肺部疾病 北方冬季 科学养肺 北方冬季 天气干燥 有的时候空气质量不好 再加上室内供暖后空气干热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中医所说的燥热温肺 不少人会咳嗦不止 而且弹簧 还有胸闷气醋等症状 养肺 润肺 首先要润燥 不仅要注意多喝水 多补水 还可以喝点淡盐水 蜂蜜水 朝朝盐水 晚晚蜜汤 就是白天喝点盐水 晚上则喝点蜜水 这既是补充人体水分的好方法 又是北方初冬养生 抗拒衰老的饮食两方 同时还可以防止 因为干燥而引起的便秘 可谓是一举三得 伴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目前很多疾病 都已经拥有了多种多样的治疗方法 可以供患者选择 那也可以针对不同的个体差异 在医生的帮助之下 最大程度地进行正确有效的治疗 和很多疾病一样 肺癌在早期的时候 单从手术一个方面来讲 就已经有了好几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那么对比微创手术和开刀手术来讲 哪种治疗方法会更好呢 曹惠玲 长春肿瘤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教授 从事呼吸内科专业近30年 擅长肺部肿瘤 及内科系统常见病 夺发病的诊断与治疗 纤维支气管净检查 经纤维支气管净 肺活检及静下治疗 呼吸器的使用 肺功能仪的操作和结果分析与判定 尤其对急性肺损伤 COPD等有一定研究 所谓的微创 咱们现在我们医院可以做的 最高档的是单孔 就一个小孔 一般的是两到三个小孔孔 那个叫微创 那也叫手术 其实这两种各有利弊 如果是做微创的那种 咱们表面的创伤 创口比较小 但是里边的创伤 也不见得小 如果是要做开刀那种手术 创口比较大 那它的好处就是视野好 各有利弊 这个时候都可以 首先是咱们外科医生给做评估 说你可以给你选择 你可以做微创 你也可以做开刀 那就让病人选 因为这两个都可以 但是有的手术是微创做不了的 比如说肿瘤比较大 里边的关系比较复杂 那还得是开刀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手术治疗 只不过方法不一样 这个做手术之前呢 外科医生都要给病人进行评估 首先的是新功能得好 第二个呢 要做肺功能检查 肺功能也得差不多 因为呢我们说了 咱们这个肺一共五个月 切下一个血 那你肺功能肯定受影响 所以说呢要做肺功能 第三个呢 还有评估骨髓功能 也是我们的骨髓的造血的功能 因为我们现在手术出血很少的 但是出血再少呢 如果万一手术之后要做化疗呢 这些功能都要评估 还有整个病人的这个体质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 说这个病人可以做手术治疗 除了这个之外呢 手术之前呢 医生要跟病人要交代 手术的方式 术室 以及呢 手术可能出现的一些个病发症 还有就是术后 可能遗留下来一些个后遗症 都要交代清楚的 在患者已经确定啊 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之前 为什么医生会要求他们 去做更多的检查呢 比方说脑部核磁检查 就是在肺部患者进行手术之前的 一项必不可少的辅助检查 那除了这些啊 患者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这个是咱们 确定做手术 应该这个应该是 翻过来说 应该先做脑核磁 后来再说手术 因为我们说了 咱们这个肿瘤 TNM分期 如果是M 我们所谓的这个M 是有没有远处转移 一旦有远处转移 手术的绝对经济症 不做 所以说做手术之前 为什么要做脑的核磁 或者甚至做脑的CT 都可以 再有一个呢 做骨扫描 要做这两个检查 这两个检查的目的 就是看有没有远处转移 如果有远处转移 手术是不能做的 那就是为什么 你非得做脑 非得做骨 都不做别地呢 因为咱们的知情管肺癌 最容易远处转移的 是脑和骨 所以要做这两个检查 咱们得了知情管肺癌 首先呢 首选的是手术 有条件手术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还得手术 那我们说的 再创造条件 实在不行了 那就把这手术 这件事 咱就放弃了 那如果有的病人 比如肿瘤比较大 或者这个肿瘤 离血管比较近 你说它也可以手术 没有远处转移 可以手术 但是手术风险比较大 那怎么办呢 开始做放疗 或者做化疗 让肿瘤小一点 也就是让它小一点 离重要脏期 离重要血管 远一点 给手术提供这个机会 肺癌发病 已居我国恶性肿瘤的首位 化疗是治疗肺癌的 主要手段之一 但由于化疗药物 缺乏选择性 在发挥治疗作用的同时 常产生较为重要的 毒副反应 咱们一般的肺癌的 诊断是这样 首先一个呢 怎么知道 人得的是肺癌呢 主要的辅助检查 第一个应该是CT 发现了 人得了肺癌 看到肺里有这个 结结影 或者甚至是块影 那怎么办呢 第二步 我们要尽可能的 想尽一切办法 把病理取出来 可以做呢 气管镜检查 取病理组织 或者做穿刺 取病理组织 送到病理科 给一个说法 这样我们才能给他确诊 确诊了之后 第二步 再研究治疗 看看是手术 我们说了 得治疗肺癌 首选的 第一个要做的 应该是手术治疗 再次的 那就化疗放疗 还有靶相 还有免疫 针对已经进行过 手术治疗的患者 需要在什么时间内 进行正确复查 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饮食方面 是不是也有一些重点 需要注意呢 我们来听听 医生是怎么说的 半年之后呢 我们一般的 就是提醒病人 一个做CT 做CT 看看这个肿瘤 有没有扩散 有没有到别的地方去 或者有没有什么复发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做肿瘤标记物 看肿瘤标记物 有没有上升 如果这两个 都有问题 那我们要进行 进一步的处理 翻手之后 一般不需要 特殊的借口 主要的一个原则呢 就是多吃一些个 含蛋白质高的东西 随着社会 文明程度的提高啊 我们会在很多 公共场所呢 发现一些 请勿吸烟的警示牌 那么吸烟和肺癌之间 是否真的存在 明确的关系呢 为什么要强烈的 反对这个吸烟呢 因为吸烟的这个烟雾 在气道里 来我来我来走 它首先导致的 咱们支气管 内膜的一个炎症 并且这个炎症 是个慢性炎症 那咱们都知道了 就是说 支气管肺癌的 这个发生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慢性炎症的 长期刺激 所以它可以让 这些个支气管 内膜的细胞 进行变性 导致肺癌 目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每年一次的体检 逐渐成为很多家庭和个人的一件 必不可少的事情 我们也会在体检报告单上 看到有一项或极项 肿瘤标记物的检查结果 高出了正常参考值 那么这样的结果 能说明就是患上肿瘤了吗 不能 因为肿瘤标记物高呢 什么时候查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体检的时候 如果这人肿瘤标记物好几项都高 要提高警惕了 如果说这人已经 本身就是支气管肺癌 原来挺高的 我们给他做了手术 做了化疗 做了放疗 他这个数值往下降了 我们说呢 他这个是有好转 如果说 治疗了半天 完了这肿瘤标记物 反而往上增高 增高了非常多 我们说他们病情在进展 所以肿瘤标记物 是一个参考的意义 它只有参考的意义 它没有确诊意义 肺癌患者放疗过程中 英识富含高蛋白 高热能 高维生素 易消化的食物 可多选用 如大米 草米 莲子等食物 并根据不同的饮食习惯 调节饮食花样 通过本期节目呢 我想已经为观众朋友们 在预防肺部肿瘤疾病的方法上 带去了一些新的思路 也希望您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不仅仅是懂得相关的知识 更应该将它们用到实际生活当中 预防疾病 从每个人做起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感谢观看